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驼地区 当地农民 生活贫困 很多都要举债度日 父母兄弟就靠着女儿在制私厂打工 在年底还调欠债 才能过年 那里的女孩们成群结队 穿越近二百公里的山路 到邹房湖边的制私厂工作 本图为重现当年的情形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 道路全在山林节 像上上图一样 春夏时节 在一片青绿中穿行 尚可当成游山玩水 本图为周仿湖 但到了冬天 这里就成了女工的夺命之的 她们又成群结队从工厂回家过年 凛冽的寒风 厚厚的积雪 一千四百多米的高山 成为难以一跃的生命禁地 归家女工们冬天心智的贴身裙 被雪浸食 其上的染料掉落在雪地 她们换了一双又一双草鞋 还是很快结了冰 被冰渣割伤腿脚 血血相沾 染料和血 把野麦岭的血都染红了 很多人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冻随而死 1979年 一步反映那时残酷历史的野麦岭 横扫当年各项大将 不过 有还在世的女工 认为这部电影夸大其词 本图为巨道有人要问 既然如此 她们为何还要翻山月岭前去打工 只因如果不去 她们在家里做农活 工时更长 工作更累 还吃不到白米饭 而在工厂 一旦熬成了熟练工 便能拿一百日元年薪 一百日元能在农村买尽食物的 至本一亩 一千平方米 中国为六百六十六平方米 为了改变命运 也只能主命了 本图为二十岁的病重女工 郑景峰的哥哥 贝他过野麦领的雕像 本文照片 来源网络 若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返回邹湖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